港府在1971年今日决定採取步骤收回上水区农地上 涉入那间皮革制造厂的土地 依照批租条件的规定将土地用作农业用途 港府和厂商几经交涉 到1976年才达成协议 厂商答应搬去葵冲 到了1976年7月31日 这些皮革厂终于搬走 1981年本港继平安夜发生疏乱之后 在大隋直也发生疏乱 大批青少年在中区一带追逐外籍人士 又大声叫嚣 最混乱的时候有几千人聚集 交通严重阻塞 警方今次依然是采取容忍态度 只是提早识了中区的灯色 等人群之行散去 当年连续两次有青少年缩乱 引起社会很大的关注 那么跟着那几年 会逢圣诞和新年 警方都加派人手 以防有事发生 2007年12月3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 发表2008年新年何词 他重新 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和维护港澳地区的繁明稳定 也会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另外他提到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 国家将其中一个重点 放在改善民生问题 加强社会建设 努力令到全体人民 民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劳有所让 和住有所居 促进社会和谐